今天又吃好西辣 今天是一个单一的食材 羊肉CVP 很顶尖 虽然没有鹿肉那么贵 但羊肉的营养也是非常好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 而且比鹿肉便宜 看牠们吃不吃 如果牠们吃的话 我可以专一地买鹿肉和羊肉 就正好 牠们就不是一只挑食的猫 先试一下 孤寒主人 一开四 看看羊肉是怎样的 正啊 大草原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鹿肉和羊肉的分别 只是在于鹿肉的话 草青味是比较多 和鹿肉的话有些像牛肉 而羊肉来说 是不知道 我一打开就觉得很有草的味道 量不多 试食来说都可以 所以一天吃半罐 真的已经很好 不过我们常常是奉行的 就是量不多不重要 最重要是蒸 营养够就可以了 肉汤来说不算多 好了 给自己加水 哇 好漂亮啊 其实那些肉 真的 一切开 看到肉汁是很高品质 真的不错 我之后的猫猫都应该只会吃高品质的肉 除非有赞助拍片 但如果没有赞助的话 我肯定是会 一定是买最高品质 不用说 最重要是肯吃 整天都在说那样 就是 counter就是这么多 短短的猫人身来说 那你愿不愿意 它吃得不好呢 粉红芝士吃 哎呀 好像好味啊 嗯 好了 喜欢吃的程度 一般 可以吃 但是不太喜欢 好 看看其他猫先 我会做更多不同类型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吴家水草YouTube Channel 还有我的Facebook Fan Page 还有我的IG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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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